王祖贤曾笑称和男演员都睡麻了 从夜学的书生到游逛的侠客 再到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 无疑不败倒在他的十六裙下 只因拍摄《倩女幽魂》时 他饰演的女鬼聂小倩受鬼姥姥控制 每天都得带回男人吸睛起 宁采臣原先只是去客栈收账 几番波折下却遇上了女鬼聂小倩 那天他刚走到半路 天突然下起大雨 因为雨伞破烂 他浑身都湿透了 就连携带的账本都被雨水染湿 纸上没有留下任何清晰的树木 客栈掌柜也不认账了 还走上前驱赶他出门 该收回的账也没有正常收回 彼时的宁采臣早已身无分文 眼看就要天黑了 他得先找到一个不要钱的住宿地 路过的好心人给他推荐了兰若寺 还将具体位置告诉了他 他庆幸终于找到落脚点 还不忘回头感谢那个好人 可这个路人并不见得有多好 他推荐的兰若寺靠近乱葬岗 是孤魂野鬼的聚集地 宁采臣这次可能有去无回了 夜晚阴风阵阵 手中的灯也被吹灭了 他只能凭感觉往前走 刚到兰若寺门口 就看到胡子大汉和一个侠客在比武 俩人似乎还要争个你死我活 竟都把手中的剑 统一指向站中间的宁采臣 又开启了言语上的相互批判 最后还是由宁采臣劝说 俩人才放下手中的剑各自离开 临走时 胡子大汉还劝阻宁采臣进入兰若寺 称这里有比老虎还可怕的东西 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 可宁采臣实在是没地方去了 就想着暂时歇歇也没关系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殊不知他进入的那一刻 屋外的女鬼聂小倩就紧盯着他 看他还在四处摸索 才先行离开 夜晚他在看书时 户外时不时传来悠扬的琴声 他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牵引进了山林 顺着月声的方向他走了很长的路 才发现聂小倩在小亭里弹琴 见到又有一个男人到来 小倩心喜若狂 随即就要采取留住他的行动 可采臣身上自带的符咒 却让小倩不敢证实他 因为随时都会魂飞魄散 为了能和他近距离接触 小倩故意把自己的沙巾弄到水里 让令采臣帮忙下水取回 采臣早已为眼前的美人沉醉 镜头也不回地冲进水里 将里面的沙巾捞起来 可他身上的符咒也被水冲刷不见了 之后 聂小倩也才敢走近他 可尽管小倩步步逼近 因为君子风度 宁采臣也没有妄动 小倩最终还是果断下手 浅浅呼出一口气就将宁采臣迷晕了 把他搂在怀里 看着他淳朴的模样 却有点不忍心伤害他 还没等他下手 胡子大汉突然赶来了 小倩似乎还很害怕他 将怀里的宁采臣扔入水后 就独自离开了 宁采臣也瞬间被惊醒 暗黑的森林里 宁采臣和胡子大汉都在找聂小倩 一个是为他动情 一个却准备杀他 最后是宁采臣先找到的他 小倩谎称自己要回家 可胡子大汉是个坏人 遇上就活不了了 为了让他先安全离开 采臣决定去引开胡子大汉 他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引来了胡子大汉 可胡子大汉的鼻子很灵 隔远就闻到了小倩的味道 于是迅速追赶要除掉他 可半途遇到鬼姥姥的阻拦 小倩还是被带走了 他能幸免于难 宁采臣也得偿所愿 又重返了兰若寺 可胡子大汉却突然找上他 还警告他立即离开 因为这里有鬼 可宁采臣却认为他就想吓唬自己 还是选择继续留下 胡子大汉也只能先行离开 寺庙里的屋子太闷 宁采臣想要打开窗 手指却不小心被扎破了 他那滴新鲜血液的味道 瞬间就唤醒庙里沉睡已久的干湿 他们纷纷爬起走进宁采臣 还没等他们靠近 不知情的宁采臣就悄悄打开了窗 光透过窗户直射进屋 在日光的灼烧下 身后的一帮干尸们彻底融化 采臣并不相信有鬼 却不知鬼一直都在 美女扑倒在男人怀里说自己好冷 谁知他却不解风情说自己更冷 善良的书生没法见死不救 谁知却根本抱不动他 即使彼此有近距离的接触 书生也十分尊重他 只是他不知道眼前美若天仙的人 实际上是个女鬼 仅一次的相遇 就让宁采臣对聂小倩念念不忘 对小倩的思念驱使着他 再次来到俩人曾相会的小婷 可小倩却极其害怕他的到来 因为这里聚集许多凶狠的鬼 为了避免他被发现 小倩迅速把他藏进了大水桶里 原以为一切都会被瞒住 鬼姥姥还是突然飞来刮打小倩 责骂他竟敢私藏活人 小倩欲加担心采臣的安危 谁知是因为他曾留给宁采臣的信 被鬼姥姥捡到 他才怀疑小倩偷偷将活人收起来 姥姥随后就用鞭子使劲抽打他 打累了还威胁他继续害人 甚至把他许佩起凶残的黑山老爷 为了让宁采臣可以安全离开 小倩答应了所有要求 也默默忍受了一切 送走了所有的鬼和妖 小倩也打算和宁采臣做最后的告别 他后续就要嫁给黑山老爷 所以必须要和宁采臣断绝关系 可宁采臣却觉得他心有苦衷 想要陪着他一起解决难题 可小倩心里深知人鬼殊途 他们不能长久一起 最后假装嫌弃宁采臣的出身 说他配不上自己 才让他愿意放手离开 他伤心地奔走在大街上 却看到了悬赏犯人的画像上 出现曾追杀小倩的胡子大汉 出于对小倩的担心 他又返回找他 得知他是回来救自己的 聂小倩内心感动万分 他的真情 也让小倩愿让他继续留在自己身边 可他却好奇拿起小倩脚上的铃铛 随即还摇了起来 铃铛一响必定会吸引来四周的野鬼 尤其是最狠的鬼姥姥 拿回铃铛后 聂小倩焦急地驱赶他 宁采臣却还以为他在耍性子 最后又离开了 却在半路上 看到了曾在小倩身边的姐妹 他的表情瞬间扭曲 就要扑上来吃了宁采臣 所幸胡子大汉及时赶来 消灭了女鬼 宁采臣才活了下来 而宁采臣却认为他杀人了 又联想到他在通缉画像上 便迅速报官他是犯人 宁采臣最后也决定将真相告诉宁采臣 聂小倩早就死了 之前见到的都是他的鬼魂 甚至还把他带去见了他的墓地 望着墓碑上刻着小倩的名字 宁采臣内心十分惊慌 但又好奇他既然是鬼 为什么从来没想过害自己 宁采臣只告诉他 那是因为对于鬼来说他还有利用价值 要留住性命 他必须要尽快离开兰若寺 知道真相的宁采臣迅速离开 可行走山路过程中 他还是放不下小倩 于是又找上了燕赤霞 想要再见对方 燕赤霞最后也同意让他留下 只为借他引出所有的妖魔鬼怪 一并消除了 才能还给百姓一个安稳的世道 还把金书留给他防身 俩人以姚灵为联系的工具 理应外合一举消灭鬼怪 再次见到聂小倩时 宁采臣心里变得惊恐 不敢靠近他 但听到小倩痛苦地述说自己的身不由己 以及一直以来都深爱着他时 他还是心软了 放下了所有的戒备 决定将小倩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为什么大家都叫张国荣哥哥 因为当年拍摄《倩女幽魂》时 王祖贤常在喊他哥哥 于是剧组的人也跟着学 张国荣本人也喜欢这个称呼 后来大家也都这么叫他了 除了称呼 他所饰演的宁采臣也深入人心 街上行走的出病队伍里 竟闯入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 人群中的宁采臣 一眼就看到那是自己心爱的聂小倩 便激动地呼喊她的名字 小倩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女鬼 宁采臣也决心带她逃离妖怪的管控 特地请求燕赤霞前来协助 就在三人要离开时 一直控制小倩的鬼姥姥突然前来阻止 并扬言要杀了他们 随后就用妖术向众人发出攻击 可她毕竟只是个竖妖 自己很嚣张 法力却很弱 燕赤霞很快就用倒数打退了她 可她却在逃跑时戴上了小倩 因为她曾答应将小倩许配给地府妖魔 宁采臣还是想要救出小倩 可燕赤霞却劝她放手 因为人鬼不可能长久在一起 可在宁采臣心里 始终都放不下小倩 她也答应了要帮她魂归故土 重新投胎做人 燕大霞也被他们的真情打动 便答应继续陪她解救小倩 俩人第二天白天 就跑去抛出小倩的骨灰带走 夜晚他们暂住进了一家客栈 昔日恋人终于再次相见 小倩连忙感谢燕赤霞和宁采臣 为了给他们留更多的独处时间 燕赤霞走出了屋外 俩人随后就一同在画像上挥笔作诗 彼此都很珍惜陪伴对方的时间 因为这次的再见 或许就是再也不见了 可还没等将小倩的骨灰埋葬 她的魂魄竟被地府妖魔带走了 如今要解救她 只能闯入地府 可对方阴间兵众多 而宁采臣和燕赤霞只有两个人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即将展开 眼看俩人的魂魄就要被妖魔吸走 女鬼小倩迅速飞上前 拿起燕赤霞的剑指刺妖魔胸脯 她的双手也被烈火灼烧 可这也只是伤了妖魔的皮毛 妖魔似乎还要置他们于死地 紧紧地拴住了两个男人的脖子 最后还是燕赤霞曾留给宁采臣保命的经书 消灭了妖魔 救下了大家 三人最终才得以重返人间 可回来就见到了出生的太阳 这就意味着聂小倩必须要离开 否则就不能再投胎做人了 宁采臣万分不舍 不愿目送小倩离开 小倩也不愿和她分别 俩人还是悲痛地做最后的分离 影片的最后 宁采臣也如约将小倩的骨灰安葬好 这个漂泊许久的冤魂也终于回归故土 其实 人生不逢时 比做鬼更惨 这部1987年首映的《倩女幽魂》 至今都是许多人难忘的回忆 在后续的影视发展中 《倩女幽魂》被不断地翻拍 男女演员也都各有不同 可唯独张国荣和王祖贤的这一版 依旧排在经典的榜首 基于优质剧本的策划 导演将爱情 恐怖 狭义等元素巧妙结合 让聂小倩与宁采臣的人鬼恋扣人心弦 烟斥侠的侠盗之意也能荡起回肠 全片下来 少了血淋淋的常规恐怖片模式 反而让整体七碗动人的基调更动人